这次北京冬奥会和冬藏奥会开闭幕式 总导演还是大家熟悉的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总导演张艺谋 在国家体育场鸟巢 总台记者独家专访了这位双奥导演 来听一听冬奥开幕式里的中国故事 走 动作上下 一 二 三 二 二 三 三 这边现在也是24小时 我们的编导 分场编导都抢 脸红脖子粗的老吵架 继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 时隔13年在国家体育场鸟巢 奥林匹克的会起将再一次升起 担任北京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总导演的张艺谋 再次担任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幕式的总导演 他也将成为双奥导演 只有祖国的强大 有实力 他才能这么短的时间内接了这两个奥运会 没有过 历史上从来没有过 所以我很幸运被又一次任命为总导演 就很兴奋 但是你除了兴奋之外 你觉得责任很大 压力还是很大 从2008年到2022年 13年后的今天 如何面向世界生动讲述中国发展的故事 讲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故事 更好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这是冬奥会开闭幕式导演组考虑最多的问题 我们这次就是这两个重点 一个是一起向未来 一个是更团结 我们的角度呢 是全球的 是人类的 是我们大家的 所以这其实就是一种文化自信 我们的角度是一种文化自信